臺灣永續關懷協會的張理事長也是大會主席 我們陳立委還有各位貴賓各位首長 評審的主委副主委以及所有評審委員 各位營造開發以及各企業公司的代表 尤其是今天得獎的每一位 大家恭喜 大家好 我們可以知道有這一個獎連續的十九年 就是因為有一位胸懷大眾的張理事長 從當立委的時候看到921災區的問題重重 一方面舉辦這一個臺灣永續關懷協會的一個頒獎選拔 一方面在立法院從事了營造法的立法程序 一直以來這麼多人我相信官是選拔 官是邀請這些評審委員 就全台灣的這些開發公司 營造公司 建設公司以及我們各企業的評審 就不簡單 一只能來把台灣好的品質 好的形象 好的各企業 把它發掘出來 讓我們消費者在購買房屋放心 在使用方面知道很牢固 而且從外表看又是非常的美觀 這才是我們一個購物者 一個購買任何東西的人都相當重視的 你不只是外觀美麗 住進去舒適 環境美好 同時我們一定要這棟房屋 或者是所用的都是非常的牢固堅強 這就是我們消費者的需求 而張理事長十多年來 能夠用這一個原則和執行長那麼的用心 然後讓這一個台灣的建築的金子獎 以及誠信的品牌 包括企業 包括建設 這都是不簡單的 尤其又有連續五年得獎的公司 更是不簡單 所以今天非常高興來參與這一項的頒獎 剛剛理事長也講了 從第一屆就是我來參與 所以更感榮幸 在這裡祝福所有的得獎者 請你們繼續努力不斷的進展 讓我們全台灣的民眾 都有一個非常舒適安全 而讓我們放心的建築物 讓我們每一位可以有一個耐用 而達到真上面的家 讓大家來居住 祝福大家 事業永續發展 能夠擺持肝頭更上一步 也祝福大家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新年快樂 謝謝 謝謝 謝謝